很久沒見過自己的腳面有皮出現 我想其他人覺得很簡單的 很平常的事情 但對我來說 很久沒試過擁有過 每個月就要去醫院覆診 我維持了幾年 差不多十年 看很多不同的醫生 中醫、西醫 我想十幾二十個都有 為什麼經常都不好 我會直接不如算吧 死了就好過 我寧願生癌症 我在醫院長病好過 香港每五個人 就有一個有不同程度的濕疹 是常見的皮膚過敏病症 它是一個與環境、免疫系統 和心理因素有關的複雜疾病 都是一種心魔 你見到好一點 你又好像想 不知為什麼 就是想拘捕它 上年大概九月 Tiff的濕疹大爆發 最嚴重是除蜜的時候 你回到家都會很小心地除蜜 因為滲出來的液體都會黏著蜜 你看到自己的腳 真的很想跟自己說 不如拿把刀斬掉就算了 因為真的很噁心 又癢又痛 令Tiff長期睡不到覺 家人的關心更加令到她壓力爆煲 我媽媽看到我的腳 她問我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說 不要管 然後我就回房間 但這個時候她就追過來我的房間 問 在那邊拍門 因為我不願意開門給她 她就哭了 就說 為什麼會這樣 讓我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先天患者的免疫系統過分活躍 令皮膚鎖水功能異常 皮膚會長期乾燥 而後天濕疹和致敏原有關 例如是環境內的沉滿 動物毛髮 或者食物敏感 都會引發濕疹 皮膚科 皮膚科 找了很多個 西醫 然後就是中醫 A中醫 就會說你濕疹 B中醫 就說你陰虛 C中醫 就說你皮虛 31歲的Ryan 在16、17歲左右 開始有濕疹 手、腳、頸、關節 無一幸免 太太Queenie 一直都嘗試 找不同的解決方法 試這個醫生 不給他兩、三個禮拜 但其實你試完之後 都沒甚麼好轉 那一刻 個人都會很困難 所有身邊的親戚朋友 第一句想想 你老公的皮膚怎樣 你要買些有機棉的衣服 給他穿 要煮甚麼水果 煮甚麼湯給他喝 我想說其實我坊間 可以試的方法 我好像已經試均勻了 但真的不行 最快的消炎止痕方法 就是用醫生處方的鋁固醇 是一些口服的鋁固醇 即是吃藥 吃下去的 一吃了之後 就很滑 很白 甚至滑完之後 你一停藥 就馬上紅了 他會不斷脫皮 他每一天花很多時間 去塗乳 去勾痕 我覺得身分夫婦的生活 不能是這樣 如果有一天我要一個小朋友 我沒有可能去照顧一個大朋友 再加一個小朋友 我一出生 我想幾歲開始就已經有了 特別是我的臉 和腳比較嚴重 Kathy的濕疹 更加在她聲鐘 留學 和搭入社會 這三個重要人生階段大爆發 有些同學會覺得我傳染病 他們不敢和我坐在一起 朋友會問你 你究竟是否會傳染病 我和你一起吃飯 會不會拍 他們的動作是 嘩 這麼噁心 濕疹令到她沒有自信 十幾年來沒有穿過裙 終日只想遮蓋身上的濕疹 更加有過自殘的念頭 為什麼我爸媽媽媽媽生我會這樣 其實有沒有機會我會好快 我不是到腦都要這樣 我會想有一刻 其實如果我不在 可能會不會開心一點 濕疹對患者造成很大困擾 不過並不是沒有出路 不少患者在成年之後 因為免疫系統日漸成熟而斷尾 至於其他患者 靠其他方法都可以控制病情 其實我看過的醫生 但全部說的都差不多 中醫共通點也叫我戒口 西醫也說不知甚麼原因 根治不了 就叫我查藥 我就不再去看醫生了 反而尋求其他方法 做研究 原來戒糖可以減低發炎 而且你多做些運動 新陳代謝更好 皮膚也更好 那時亦有需要去減肥 我就去試一試 包中食物我沒有吃 最重要是吃一些蔬菜 天然的食物 以及做一些無糖的主食 白糖、荒糖、有機糖 其實他們這些糖 全部都是process過的 譬如這些process過的就不好吃 因為它會令到你身體容易發現 如果我要選擇的 可能我會選擇是stevia stevia 是一種植物叫做甜菊葉 出來的味道已經是很甜 而且我吃東西的principal 出去吃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會選一些多菜的食物 肉類我會選一些小醬、小油 飯就可能吃一點點 以前很喜歡吃這些蛋糕 我一個人可以一次過吃半個芝士蛋糕 很誇張 現在沒得吃 可能有時偷雞和朋友分享 就吃一兩口 或者會自己家製作蛋糕 吃一些無糖蛋糕 有個蛋性會好些 壓力沒那麼大 我就用了兩個月時間 我就減了磅 而且我的濕疹沒有再翻法 大約都知道方法是很正確 所以我就繼續繼續做 Ryan近年在太太Queenie 努力幫助之下 濕疹病情終於見到曙光 Queenie將家裏所有可以止痕的 類固醇藥膏全部丟掉 自己研究中醫理論和精油 製作對應不同經絡狀苦的潤膚膏 上網自己學肺煮皮毛 白色的東西 如何幫助肺等等 就會開始去研究 一兩點痕的痕 原來就是乾經 然後三四點痕就是乾肺 對 肺 幫他塗精油 幫他噴一下花水 這樣做 這樣做 我們就先隔水 再溶化玉木果 要溶化到完全透明 要沒有所有火粒才行 多數會用昏衣草和天竹葵 昏衣草有保濕功效 天竹葵可以令皮膚軟化 加了這兩種蒸油 就可以令皮膚smooth些 今年九個月左右 肚子都沒有了翻法 之前所有關節位、頸、臉都會紅薄薄 現在最主要都是乾 脫皮一直保持少少少 Tiff現在學會和濕疹共存 用中醫針灸加上食得清淡 慢慢改善濕疹 我本身比較怕針 但我都覺得一定要試一試 試到第三次的時候 它真的退了很多 去到第四次的時候 都差不多剩下印 針灸治療濕疹的效果明顯 特別是在舒緩症狀會比較快 但是要完全根治 所花的時間都比較長 不同體質有不同的治療方法 因為每個人的體質都不同 另外一些致敏的因素也不一樣 所以怎樣治療或舒緩 就要問回你們看中的中醫師 在洗澡也不會用太熱的水 飲食那麼多是儘量要清淡一點 不會煮得很厲害的 但是是死不死 要誠實一點面對自己 有濕疹這件事 有個心態就是要知道 它會來但它都一定會走 那就試試不同的方法 因為的確有不同的方法 可以對不同的人 不一定是用死一個方法 之前是你問我什麼 就是一句戲兩句字 現在是超級多話說 煩不住你嗎 對於我們兩個來說 好像是一個新生活的開始 你不用再由早到晚 斟酌著皮膚癢癢 有沒有脫皮 大家是多了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去玩劍美比賽 我可以奪回Bikini 我告訴自己 其實都已經好了 都已經沒有紅印 都不怕別人看 我覺得這個人生很可愛 如果我沒有這樣的濕疹 可能我未必會做一些健身事業 因為我未必會喜歡做運動 因為以前好像有一件事 就困住了 現在反而個人好像重新了 輕鬆了很多 想登記蘋果凍新聞 只要打開蘋果凍新聞應用程式 按左上角選單 再在左下角登入 就去到登記版面 你也可以選擇 在蘋果日報網站進行登記 蘋果凍新聞 4月免費訂閱 立即登記